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标股登场 新品上市 新标股登场 下个礼拜三凌晨 苹果产品发表会 到时候会发表 手表 平板 无线耳机 全罩耳机 智慧音箱 唯独缺手机 手机会在10月初发表 所以到时候产品发表完之后 苹概股你要注意 苹概股你要注意 最近苹概股已经休息了两个月三个月了 你看郁金光队八百几元 夏侠五百几元 大家事务都有点在等 押回来等苹果的新品发表 你知道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最强的族群是什么 最强的族群就是苹概股 事务已经有开始暖身的味道 这次苹概股商品发表完之后 哪几家公司将是最大的受惠者 将是最大的赢家 而且今年业绩大放异彩 股价已经修正两个月三个月了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会跟大家做一一的报告 不单纯只是苹概股而已 最近商品发表很多 很多品牌在发表手机 甚至于游戏机 游戏卡 一系列的产品 下半年是热热闹闹的 大家在抢年底的商机 哪些公司能够抢到两个商品 三个商品 甚至于更多商品的供应商 它的受惠将会来得最大 但股价涨高就不用谈了 我说的跟大家报告都是底部的起涨股 那这些最重要的话题跟标的 我在这次演讲会场上面 会来跟大家做一一的报告 那同时 环球经 国具 这两个是企业大家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操作的 可是最近也跌很深了 也休息很久了 国具 环球经 接下来会怎么样走 能不能操作 我一并在这次演讲上面 来跟大家做进一步的报告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我们的报名转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行情 今天台北股市收盘涨83点 背后三点是没败了 连跌三天之后 今天开高走高 最多涨了100点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表现也不错 南韩涨0.8% 日本涨202点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涨83点 那主要原因当然就是美国股市在昨天晚上 终于连跌三天后 出现强力的上涨 道琼涨了439点 纳斯达克涨了2.7% 费城报道题涨了2.9% 所以跟大家讲过 行情起路尽兆的 这边美国真的起太高了 费城报道题一口气涨了93% 全球股市平均才50%而已 它能起到93% 还有两个人要投票 你不可能行情一直这样上去 适度的修正 腾出下一波攻击的空间 能够对选情来得更有利 尤其目前 川普跟拜登的民调已经是55波了 差距已经很近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美股 川普比你更紧张 所以越靠近选情 美国股市表现的机会就越大 你看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苹果3.9% 微软4.2% AMD 4.1% 特斯拉 10.5% 那其实昨天美国股市表现里面 最强的焦点就在苹概股 那不管是Skywatch 或者Lumantum 科沃 甚至于高通 博通 AMD NVIDIA 昨天全部大涨4%以上 所以昨天美国苹概股 是最明显的一个焦点族群 最强的逐群 台湾间苹概股还没有那么强 没有那么强好啊 你等它大涨之后 那你就只有最高的份而已嘛 你要在行情没涨之前 赶快把重点股焦点给找出来 在行情没有动之前 率先卡位 率先布局 等到行情一发动之后 那你是不是又坐享其成 坐在轿子上面 让人家帮你给抬上去 所以美国苹概股 昨天成为最强焦点的时候 台湾苹概股 你还注意 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谈 台北股市 箱形整理已经一段时间了 已经两个了 我从低跟黑棒出来之后 从低跟黑棒出来之后 我就跟大家讲 奉心未来 会维持在一个大相形 话说着说着已经两个月了 这两个月里面 果然是一个大相形的行情 现在指标又快要黄金交叉了 台北股市要突围 想要攻击破一万三 走出新的一个方向 只有两个机会 哪两个机会 要嘛均控股动 因为均控股够大 每一家公司都1000亿 1000亿的公司 这一次整个大盘涨这波里面 均控股是涨幅最小的 而且是最落后的 加上今年业绩很好 所以由落后的均控股来突围 这个分量够 这是第一棒 这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可能就是从 台湾最赚钱的族群 平概股 因为平概股也休息了三个月了 你看郁金光 八百几块 落到纯五百几块 业绩还大 很多平概股都这样的走势 包含4958真顶 也是好困三个的 6269台郡 这波下来也蛮多了 从150跌到120 30块到两下去 所以接下来大盘如果要突围 破13000 一定从这两个族群里面 至少要一个族群动 至少要一个族群动 所以接下来台北股市 能不能有个新的方向出来 你从这两个焦点下去看 就会看得很清楚 如果这两组不动 那么大盘箱形不会破 还是继续在里面走 两组走出一组来 大盘就有开始攻击的机会 一定脱离不了这一组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涨83点 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涨了8块钱 占值数占了68点 除了台积电以外 今天金控股 星光金 涨了3.4% 成交量16万9千张 比昨天的6万张 整整增加了两倍 你知道今天星光金中 16万张成交量代表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星光金今天17万张的成交量 是今年最大的成交量 今年以来单日最大的成交量 在相行5个月的走势 真的很赔 5个月的时间 股价只有8块到9块 1块钱可以走5个月 那今天出现了 今年以来的最大量 会不会有金融股开始点我的味道 昨天星光金发布了1到8月份的获利 1.31元 1.31元 1.31元几乎已经完成了去年一整年的1.34元 所以星光金今年获利有机会创新高 因为后面还有4个月嘛 他8月发布了后面还有9 10 11 12 还有4个月的业绩 今年 绝对有机会创新高 加上更重要的 每股净值高达17块钱 每股净值高达17.7 每股净值高达17.7 股价竟然连净值的一半都没有 你没有发现到最近很多大涨的股票 都有一个共同特色 股价净值比低的 比如说2409友达 对 友达这么凶 每股净值16块钱17块 净值17块 股价从6块钱差那么远 一路涨上来 3481群创 群创涨那么凶 每股净值22.5 股价跌到剩下5块钱 包含塑胶股的部分 1312 国桥也是 国桥每股净值26.3 股价跌到剩下12块11块 也是低股价净值比 那现在金融股里面 星光金又是一样的情况 而且获利是创新高的 所以星光金今天的点火 是不是能够让金融股 开始慢慢的 带动来做突围 这里要注意 今天另外一档2881的富邦金 富邦金今天也开始有转强的味道 今天涨了2% 今天来到43.2元 那富邦金就更不用讲了 富邦金今年光是前7个月 EPS已经高达4.67元 去年一整年 获利5.46元 今年光是前7个月 就已经4.67元 春差8个月而已 只差8毛钱 8毛钱搞不好 今天8月营收 获利一发布之后 搞不好就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了 后面又四个月 所以今年富邦金绝对有机会 EPS7到8块钱 再创历年获利新高 只有股价也是在低档区 已经相行整理四个月了 已经相行整理四个月了 黄金交叉也似乎要出现了 首先从台积电到星光金 富邦金 几乎把指数给占掉了 所以今天变成完全个股的表现 因为基数给了这几个大股的跌了 那其他个股 所以你看今天OTC的部分 指数是开高走低跌的 个股的部分很多今天都开高走低 今天指数虽然涨了83点 很多都是绿油油的 很多都是绿油油的 所以证明我跟大家讲的 指数归指数 个股归这个股 在大盘整个箱形没有突围之前 完全都是个股在轮动 等到大盘一个方向 新的走势出来之后 那就会有主流群再度形成 这两个主流群我刚跟大家报告过 您一定要注意 下礼拜三凌晨 苹果的新品发表 将是一个启动点 将是一个启动点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上的一个动作 今天很多股票上半场表现不错 下半场反而又龟缩了 国阳上半场不错 涨到29.2 下半场慢慢的又回来平盘 又回来平盘 这个你放心 这要订单 这要动了 外资连续两个月 连三两个月 八个到九个 已经买一万五千张 已经买进了一万五千张 均价买在29到30块钱 一万五千张买的29到30块 外资还在加碼 这已经注定后面会攻击 加上9月18号 要开临时股东会 到时候就会决定 减资的时间表 所以国阳特别注意 这根本没有什么风险 今年每股获利 应该会有八块钱 本比才三倍而已 是最安全 又能够有攻击机会的 高的股票你不要去碰 你看南电今天又大跌了 这个不会下来啦 可是也涨不出去 扣担又太多了 空单 6,829张 最近PCB的族群 用高空单来锁定 维持高档震荡 这种情况你买也没有用嘛 你也贪不钱 不要看就好 我们来找DABLE的股票 我们来找底部的股票 瑞光今天没有供给出去 昨天ADR涨了2.9% 连续两天涨了快6% 这DABLE要出来啊 8月营收又创历史新高 只要6-3块也站起来 瑞光会开始上当 只要6-3块钱站上去 你都会上当 这些股票您在注意 今天稳帽一度涨到295.5元 昨天成交量才2600张 今天成交量已经来到6600张 比昨天整整增加了2倍 那稳帽整理已经进尾声了 经历已经要结束了 今年美股获利应该有15-17块钱 股价获利 获利创历史新高成长50% 我跟你讲这种获利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股价不会低于年限跟半年限以下 目前年限跟半年限几乎形成在相同的一个位置 那接下来黄金胶他们出来 只要297个关 听好 稳帽只要297一过关 也开始上当 这支会衝 稳帽就不用讲了 全球生化甲最大供应商 所以不管苹概股 苹果的供应链 或者手机或者平板 甚至于笔电 那其实很多功率放大器跟生化甲 蓝牙的部分 它都占了很大的比重 所以它占了一个商品的供应线 其实是蛮多蛮广的 原相间一度涨到184块钱 那下半场就押了回来 这底部已经越爬越大了 已经连刷35个营收创历史新高了 这也是接到了任天堂Switch 跟无线耳机降噪晶片的订单 所以这也是随时只要185一过就开始充 对 今天旺红 昨天外资大买9100张 而且连续5天外资买了8万多张 5天买8万多张的旺红 那昨天外资大买9000张 今天照理讲应该要开高充啊 9天反而开盘都掉下来 所以可见得我昨天跟大家讲的 旺红目前指标很高 暂时这么穿没出去 所以你不要去队盘 我早就跟你讲了 我在礼拜二的时候 开盘前就叫会员 一开高33块上面就先买 几乎都卖在33.4 卖了之后掉下来 我昨天31块钱要买回来 结果刚刚来了 31块钱 真没错 真没错 不急 指标在高档 下来再买 下来再买 接收在32.15 最近在这里洗盘啊 你要操作的话 趁压下来的时候 低档下去买 那旺红也是接获了任天堂 Switch 记忆卡独家供应 跟游戏卡的记忆体 独家供应 无线耳机 记忆体的供应 量也蛮大的 那最近个人们的话题就是 大陆的中心半导体 会不会被川普制裁 如果被川普制裁的话 那他马上打入平概股 接收大陆那边的订单 这个后面售位是最大 所以为什么外资 最近一直在买旺红 五天买八万几张就是这个道理 旺红下来要特别注意 旺红下来要特别注意 我昨天买金册 VIP会买金册 买655元 今天一度涨到675元 高价股的部分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像这种七八百块 七八百块的高价股你有兴趣 这支你要注意 8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今年上半年的获利 比去年同期整整成长了一倍 上半年12.5 去年上半年才6.3 整整成长一倍 今年获利越创历史新高 股价反而已经腰斩了 从1500掉到剩下600多 所以这种六七百块的股票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精彩 精测这张个股 你也要注意 但不强求啦 因为毕竟股价单价比较高 单价比较高的时候 你个人看你个人的情况 高尔夫球干间大田工涨亭 高尔夫球干最近就一直都很强 在旺季没来之前已经率先涨了 旺季还没到 他的旺季从10月才开始 可是龙头厂间 已经开始出现开高走低了 富盛应用是全球 市占率高于50%的 高尔夫球干供应商 所以高尔夫球干这一组 不要去追高 会再落下一次 因为旺季还没有到 率先先跑 所以他还会再拉回做第二只脚 等到旺季10月份开始的时候 才会再攻击 所以这个后面 有机会 你不要去做追高 做下一波的主流股 做下一波的主流群 主流行情 今天精店大涨 因为传出来 精店跟隆达的合并案 已经通过了 那接下来什么时候会合并 可是两家公司合并 也不一定就能够让 亏损的宿命能够改变 所以业绩亏损的 我是不碰的 只是今天大家都在抢这两只股票 所以特别针对这个话题 来跟大家做一些报告 今天强势的族群 其实分得很散 并没有很明显的焦点 并没有很明显的焦点 那国据 刚刚跟大家讲过 国据已经 从450元 一路打回来350元 整整跌掉了100块钱 跌掉100块钱之后 国据有机会叮动吗 我在这次演讲会场上 会告诉你 环球金也是 环球金我在440的时候 跟大家讲 将领要赶快避开 果然我讲完之后 从450元 449元 一路压回到360元 跟我预告的一模一样 目前年线铺在下面 环球金 有机会还开始吗 我在这次的讲座里面 也会跟大家谈到环球金 所以这次演讲的内容 相当的充分 相当的重要 也很精彩 林特苑邀请你来 来报名一起来听 礼拜六早上在高雄 下午在台中 礼拜天下午在台北 演讲主题 新品上市新标股登场 新品上市新标股登场 尤其下个礼拜 苹果商品发表会完之后 哪几家公司是最大受惠者 尤其底部刚好开始起场的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再来一一跟大家做说明 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